遠在路坦城的美斯美高梅 有一間主打美國西部舒適生活風情為靈感的韜岸餐廳 你看它的門面和裝修 你就知道它是來有乾坤的 這間韜岸是由呂獲殊榮的升級大廚 Graham Elliot Jafit 我應該沒讀錯他的名字 食物水準當然有保證 最近聽聞他們推出了 有一個在美國極之受歡迎的傳統美食 墨西哥卷餅星期二 去到三月底也是可以吃的 我們當然去試一下 吃之前陳禮也剩下幾杯咖啡 咦?是不是有些誇張呢? 因為這間餐廳也是主打一班人來吃的 獨樂樂不如還樂樂 第一道菜就是媽媽們最愛的卷餅沙律 裡面有卷心菜、粟米餅香料、番茄沙沙 牛油果沙沙、黑豆、蘿蔔和炸薄餅 香脆味道是墨西哥的風味 然後就是這個水牛成雞中營 都是這裡大受歡迎的菜之一 要配佛蘭克的紅辣椒醬 芝麻籽和青蔥 香噴噴 韜岸的雙層和牛牛肉漢堡 足足雙層的牛肉 還是和牛 一個漢堡四開了 剁開了四份 每一塊都是超大份 手絲豬肉三分次 你看它的造型 我也是覺得它都是漢堡包 但是手絲豬就是九九千足神金的足料 這個炸雞窩褲是這裡全新的菜單 也是美國的早午餐必吃之選 炸到金黃聖豆豉那款的雞腿 再配上這個鬆軟到彈彈藏的牛肉 鍋腐餅 加上豐糖醬和鮮忌廉 它的炸雞和鍋腐 它的口感竟然是非常相近 用餵一看一點都不怕壯 好吃 終於到今晚的主角了 卷餅拼盤 有20個卷餅 5種口味給你選擇 麥犀哥烤牛肉 麥犀哥烤豬肉 烤蝦肉 雞肉 還有牛肉 衰脆的 唉實在太多了 我的味覺 都開始有點混亂了 唉 等這個非常時期一過 就馬上約一家大小過來吃 飽餓了 啊 啊